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就是5G 中国制造2025的威胁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实现在全球制造业当中产业内位置的结构性上移 并且在先进制造业当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 第二个就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呢 班农有一个很有趣的视角 这视角是很多人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 不太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都看过一带一路的那个路线 两个路线 班农指出一个点 就可能是基于巧合 或者说可能基于什么原因 西方历史上出过三个非常著名的地缘政治理论 第一个 麦金德的路权论 如果对地缘政治有涉猎的人都知道 路权论的三段论嘛 就谁要控制世界 谁就必须控制欧亚大陆 如果要控制欧亚大陆 必须控制这个心脏地带 就你如果控制了心脏地带 你就能控制全世界 这个心脏地带是什么呢 是以中亚腹地为标志的 世界岛 世界岛是欧亚大陆 被称之为世界之岛 然后控制了这个心脏地带 你就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 然后我们看一带一路的路上丝绸之路地带 它穿过的区域 它完整地穿过了整个中亚区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的海权论就是 谁要控制世界 谁要控制海洋 怎么控制海洋呢 有一系列海上至关重要的那些要道口 后来美国海军在这个技术上全球列出了十几个战略关爱口 然后第三个是Specman Specman它叫边缘地带理论 边缘地带讲什么 它就是说 在地缘政治上 对世界岛这个区域来说 关键的是世界岛边缘的破碎地带 这个边缘地带 就是那个岛链的那个概念 它如果控制住了以后 它可以由海向路 对这个大陆力量形成一个有效的包夹跟支援 那么我们看一下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现一画 你就发现 这个好像Specman跟马汉 这个相关的这些重要的战略区 好像也被我们搞定了 那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提法 我们只用讲一带一路倡议 并且我们坚持认为一带一路是对外拓整 经济影响 然后帮助相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然后实现双赢的这么一套倡议 但是在像Bannon这样的脑子里面充满着 顽固的冷战式的古典地缘政治思维的人看来 这就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战略 那你想你有了制造业 然后你又搞地缘政治扩张 然后第三个你在5G领域 5G是什么 5G是下一代通信基础设施的基础标准 我们正在经历信息技术的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最核心的 通信信息技术不仅技术上的标准 而且事实上的整个产业 居然被一家中国企业实质性的全部垄断 更不要说整个中国在这方面爆发出的 巨大的升级跟活力 那在Bannon看来 这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 中方首先会取得科技上的领先优势 然后它会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然后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之后 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实体经济 会取得无与伦比的活力 而这种活力会非常自然地进入 并且投射到金融领域 而在金融领域这就意味着 用它的原话来说 就是五年七年或者八年以后 西方国家就不再可能把中国 从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剥离出去 而最后 人民币或者是叫做元 就取代美元成为石油 汽油和其他石油货币的结算货币 也就是美国的霸权的核心 美国的货币霸权 结构性的被替代 理解了这种认知和判断 你就能明白另外一件事 就是美国人对华为为什么过不去 被美国人在5G产业这个上面 盯上的有两家企业 一家企业 美国把它往实体清单里面一放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崩了 一个星期就崩了 美国人很开心 觉得你看 你最出挑的企业 美国精准的点穴式攻击 我这一戳 就像碰到你胳膊上的麻筋一样 你半边身体就不行了 我轻轻悄悄的就拿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行啊 对华为也来吧 碰了一下 没反应 为什么没反应呢 因为华为在若干年以前 就实行了非常著名的备胎计划 这个备胎计划有人讲他说 就理解为是海思芯片 其实不是 备胎计划真正的威力在于 华为准备了一条备用供应链 就是针对每一个关键性的供应节点 好比说在现有供应节点上 这个节点 美国供应商70% 非美供应商30% 但是他同时准备了另外一个方案 在那套方案里面 非美供应商70% 美国供应商30% 然后呢他把这条链子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 每年花钱更新一次 不用 他们的老总据我所知 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 华为内部的争议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老总要他们做这套方案的理由是 假设有一天 华为目前从美国能够获得的所有东西 突然间都不能获得了 华为继续怎么生存下去 有人觉得你这是不是 年纪大了 这个老先生不太适应这个 全球化 我们生产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美国作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 倡导者 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了这么高的收益 他突然间不卖东西给我们 这怎么可能吗 然后呢 据我所知当时的争论大概是这样的 就老先生到最后就说 反正你别管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反正我告诉你这事发生了 你咋办吧 他们就砸了一个笔计划出来 这个笔计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说是从华为每年分红的钱里面抠出来的 就不砸笔计划 他每年能多分不少 因为华为每年年中有分红的 他砸了笔计划以后 他账面上其实很难看的 他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给弄没了 然后呢 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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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到后来大家都烦了 觉得 请看 你说狼要来了吧 没来 狼要来了吧 没来 结果呢 你钱呢 放着放着放着 这些钱你发了多好 结果他 来了 所有人瞬间都觉得华为这个决策英明神武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华为这个决策英明神武是华为支付了巨大的代价 硬撑下来的 所以后来华为有那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嘛 那架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战斗机 人家继续的飞行下去 其实这个意思 然后呢 美国对华为的这个压制 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先想在技术上卡一下实体清单阶段 实体清单阶段呢 想基本上一棒子把打死的 然后后来没想到华为 一方面他有一个备胎计划 这个导致他事实上作为一个产业 没有能够被一下子打垮 第二个更加重要的是 记不记得各位 当时曾经有那么几天 有很多协会 就行业协会 或者是技术标准组织 一窝蜂的冲出来 这个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 把华为这个会员资格从里面踢出去 什么SD存储啦 什么蓝牙啦 还有IEEE下面的 那个某一个什么什么审稿机构了 乱七八糟的那些 那些协会出来这么搞的时候呢 中国互联网上还一阵狂欢 一帮这个对美国持跪拜态度的这个精美 就出来说 你看不行了吧 我来跟你讲啊 那个会议有多牛 比如说SD那个存储协会吧 华为上面就不能用SD了 不能有存储器了 你怎么弄啊 那不行了吧 你看蓝牙 以后华为就不能用蓝牙了 因为你买一个没有蓝牙的手机嘛 不啦不啦不啦 说了 结果七十二小时之内 怎么请出去的又怎么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华为手上有技术 有专利标准 这些协会里面 最前沿的 最先进性的 和产业最结合 最紧密的 数量最多的那批专利 就掌握在华为手上 甚至到了什么程度 有些协会 离开了华为 就可以不用开了 你不让华为用SD卡 这样 华为手上有它自己那套 叫什么纳米还是ND卡的 这个技术 那么二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体积比SD卡小43% 还是存储性能 比它高14% 反正不是一个40多一个十几 一个是体积 一个是存储性的 最先进的下一代存储技术 你离开了它 华为很乐意 另外搞一套技术标准 另外组一个协会 然后你SD卡就可以洗洗碎了 显然啊 浅进去了 重新又回去了 蓝牙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标准蓝牙传输距离75 华为手上有个超级蓝牙150 传输距离150米 你要搞啊 你要搞 请我回去 回去了 然后IEEE也一样 请回去了 凭借技术实力 华为硬生生的就撑住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美国政府对华为 在制裁上 就开始变得没有底下 同时 也凸显了这件美国政府 所谓的现实主义 本质上就是 弱肉强食的强盗法则 她开始搞政治绑架 她抓了孟晚舟 孟晚舟的扣留事件 就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绑架 只是披着司法的外衣 为什么 因为孟晚舟所谓的违法行为 在加拿大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不是一个违法行为 是加拿大政府 硬把它解释出来的 一个违法行为 就是政治扣押 这种没有合法理由的 对人身行动的限制 在政治层面就是一个政治绑架 他们试图用这种绑架来干什么 试图用这种绑架 在心智上击溃华为 让华为在意志上彻底屈服 当然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反制行动 迅速采取了反制行动 这个反制行动 传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 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像加拿大这种 放在边上 自以为自己是个国际体系中行为原则 有点角色的这么一个行为题 我这话政治上非常不正确 但我就说实话 加拿大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就直接告诉你 这个州不是你能够瞎搅和的 这个火不是你能够火中取栗的 你要过来就要做好被他烫伤爪子 甚至把整个爪子都烧没的准备 然后加拿大发现 更糟糕的是 他以为可以抱紧的那条美国的大腿 是一条非常滑的 甚至随时可以掉下来的 不负责任的大腿 美国人后来就放手了 加拿大就把自己囧在那儿 你自己玩吧 自己的屁股自己擦干净 然后在华为经历了孟晚舟事件 而孟晚舟事件呢 另外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就是 根据博尔顿在孟晚舟被绑架的时候 他是特朗普的总统国家权事务顾问 在最新出的那本回忆录里面的表述来看 这件事情特朗普还真不知道 就是下面那帮人瞒着特朗普 为什么会瞒呢 因为博尔顿把他给瞒了 特朗普身边的人架空特朗普 怎么干的 这是这届政府当中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就是因为特朗普本人能力非常有限 他对核心团队的控制能力远远的 小于人们的预期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地产商 控制自己一个行政办公室的这种能力 现在你让他放到那儿去管一个白宫 管一个美国 他管不了 下面人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瞒着他就干了 干了以后让他事实上捏着鼻子签字 为什么 就是欺负他不懂 也欺负他 没有人愿意把这个事情告诉他 瞒得爷爷实实 从那个事情之后 华为就开始变得 在我看来 有点意气之争 什么叫意气之争 美国把它变得非常的个人化和个性化 有些美国政客 以那个胖子国务卿蓬佩奥 为典型代表 就跟华为叫上劲 现在蓬佩奥为代表的那部分美国政客 对华为的态度是什么 我还就不信了 我就收拾不了你嘛 我就要硬给你搞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 他像个唠叨婆一样 全世界唠叨 诉苦 然后诉苦的内容是什么 用华为不安全 数据会被偷打 不尊重个人隐私 会交给中国政府的 中国情报机构的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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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吗 没有 什么证据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据 只有什么 只有他们那个令人无穷无止感到 完全就一部神经病一样的口水 以及滥用美国的威势 说句不好听的 像蓬佩奥这种所谓的国务卿 如果不适合在美国混到个国务卿 任何其他国家做个外交官这样的人 早就被人扔出去了 现在大家就敢怒不敢言 就站着背后是个美国 那怎么办 你看 首先 从华为本体来看 现在美国能够直接卡死他的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甚至不是美国本身 是通过像台积电这样的第三方 美国威胁他 你用了我的技术 不许给华为生产 这条威胁会不会落地 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地 我们可以看 为什么可以看 因为在华为这件事情上 美国面临的一个客观约束是什么 客观约束就是 美国现在的通信产业 已经空心化到了这样的程度 就是 即使美国本身 它不是华为的一个最主要的市场 美国仍然少不了华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中西部地区 一些边远农村地区的电信商 用的是华为的基站 如果你要把他们替换掉 给钱 给多少 大概十来亿美元吧 十三亿美元 有些十三亿美元 对美国不是猫猫雨吗 美国会开会 讨论半天 给多少 七亿 差六亿 给一半 为啥 我哪知道为什么 那没钱吧 然后你让这帮企业去换呢 不好意思 大概有五万个农民 他的通讯会受影响 这五万个人是特朗普的铁票舱 在今年的选举年 你敢同时得罪那五万人 保不起在这周你就要落选 因为他也许一个周 他就赢一万多点 你试试看 你可以看 大家可以试试看 当然现在华为困不困难 现在可能是华为最困难的时刻 为什么 他比那个真实的黑暗 就那只靴子落地之前 比这个靴子 砰一下砸下来的时候 更吓人 心理上想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后面会不会砸下来 取决于复杂的博弈 当然另一方面 在这个事情上面 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 在华为这个案件 整个这个案例过程当中 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 在技术供应链 在产业链的每一个 至关重要的环节 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 高精尖的产业链 就是那些生产硬件的硬件 比如说生产芯片的 像光刻机这样的这种硬件 硬件的硬件 相关的软件 设计芯片的软件 软件的软件 这种事情上 我们不能有明显的空白 我们不能留空 为什么 因为你留空了 别人就会卡你 而且你怎么难受 别人怎么卡你 所以呢 我们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当然你在发展的过程中 又不能一蹴而就 之前可能有一些欠账 可能有一些问题 可能有一些忽视 然后发现 第二个教训就是 在大国战略崛起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在中美战略的博弈当中 也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 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 永远不能寄托在 对手的善意和容忍的基础之上 之前不是有首歌里面唱吗 这世上没什么救世主吗 也没什么神仙皇帝 就能靠自己吗 在主权国家构成的 国际体系当中 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 能混成什么样 获得什么待遇 别人怎么对他 完全取决于 并且只取决于什么 他自己自身的实地 或者说首先取决于这 其次才是互动 第三 据华为本身而言 我们见证到了一家伟大的企业 它是身处的这样一个艰难时刻 我们同时见证到了 这家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 所经历和经受的 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 他告诉我们 如果中国企业要成为 世界上的伟大企业 我们经常有人在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微软 我们没有苹果 我们没有思科 你慢慢要涨 并且你在涨的这个国家中 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心风血雨 我们肯定不够 中国只有一家华为 肯定是不够的 我们肯定要一堆这样的企业 我们需要有时间 需要每个国人为此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 经历能量和时间 而对于整个中国来说 华为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中国成长的一个缩影 以前你做的很差 别人不待见你 你做的好了 你遵循游戏规则了 你真正取得的成功 会形成另外一种不待见 会形成另外一种挤压 但是归根结底 你顺着这条子 让自己做强做大 既拥抱开放 又坚持自主的道路走下去 最终的胜利 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华为是这样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好 这期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